日本最帅的和尚每次下山化园都有一堆女人头怀送抱 最后啊他放纵自我成为一代妖孙 所到之处女人都神秘消失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和欲望有关的故事 人光受难记 在古代的日本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 如果村子里来了一个叫人光的人 请立马赶走他 因为他是一个会诱惑女人的妖孙 而关于这位妖孙的故事 还得从他是一个小和尚时开始说起 在大部分寺庙都还没有乡客上门的年代 只有一家寺庙 每日啊进香火不断 而且来这里上香的都是女人 她们全是冲着人光来的 因为人光长相俊美 性子又软 所以这些女人有事没事啊 都会来庙里逛逛 全都想跟她发生点啥 面对女人们的纠缠 人光只能躲着不见 但是她越躲 那些女人就越兴奋 既然在寺庙里碰不着面 这些女人啊 就堵在她化园的必经之路上 想尽办法吃她豆腐 面对女人的骚扰 人光也很烦 因为她觉得 自己应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情欲却是一个肮脏的东西 所以只能每日念诵佛经来驱赶情欲 但这个做法根本就没用 因为师兄弟看她的眼神中 也逐渐不对劲了 很快啊 住持也觉得气氛不对 便禁止让人光下山 这天师兄弟们下山化园 女人们见不到人光便开始闹 被这么多女人包围着 难怪人光之前那么烦恼 有个师兄表示 他愿意牺牲自己 幸福众人 就让他承受这种烦恼吧 结果挨了一顿揍 让他回去照照镜子吧 另一边 人光在后山扫地时 突然听见一个女生叫她的名字 寻声赶过后 发现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对方主动脱下衣服 还把人光的手放在了她的身上 下一秒 人光大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她的手啊 已经被灼伤了 而那个女人 原来是个没有五官的女鬼 这件事后 人光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她只要一闭眼 面前就是出现戴面具的女人 那些嘴巴 身材 都充满着情欲 弄得她浑身痒痒 甚至连师兄弟 在她眼里 都戴上了面具 强大的心魔 终于让人光疯了 师兄弟 只能把她绑了起来 注视知道后 就劝她出门散散心 当她明白 克服情欲 和否认情欲 是什么意思后 再回来 于是人光就踏上了 修复心魔的路程 但即使她戴上帽子 穿上长衣 女人们还是能够认出她 只要是她在的地方 就有恶虎般的女人 蜂拥而上 她因此无法住在客栈里 只能躲在山上休息打坐 但即使是这样 她依旧觉得 有女人在摸她的脸 但每次一回头 却什么都没有 为此啊 她甚至跑去瀑布下打坐 结果她还是觉得 无数赤身裸体的女人 接二连三从水里出来 在人光的压抑下 心魔非但没有被削弱 反而越加的强烈 这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剑客 剑客一眼就认出了 她就是那个 让无数女人爱慕的和尚 人光 不禁调侃了几句 人光听后非常的生气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破过戒 为什么要把肮脏的情欲 强加在她的身上 剑客对于她的这个想法 却笑而不语 很快两个人来到一个村庄 一个寡妇 正抱着她丈夫的尸体痛哭 原来这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 专吃男人惊魂的女鬼 剑客说 要她帮忙消灭女鬼 可以 不过事成后 寡妇要嫁给她 谈妥条件后 她就出发了 却不知啊 她把堪比春药的人光 留在寡妇的家里 无疑是给自己 预定了一顶绿帽 寡妇贪恋人光的美色 竟要霸王一上宫 人光挣扎了一番后 逃了出来 此时啊 她的心情复杂 都说女鬼靠诱惑男人 满足欲望 而她不管走到哪 都会成为女人的欲望 这样的她和女鬼有区别吗 于是啊 为了真正的摆脱心魔 人光追上了剑客 想和她一起杀掉女鬼 结果剑客却说 人光讨厌碰女人 却依旧压制不住 自己心中的欲望 因为人光本身 就是一个欲望的产物 就犹如她自己一样 讨厌杀人 却依旧成为了 杀人如麻的剑客 每个人都会成为 自己讨厌的人 就连清修的和尚 也不会例外 说完这句话后 剑客就走了 而等到人光 再次看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成为了一具干尸 旁边站着的正是那个女鬼 女鬼缓缓地走向人光 不断地诱惑她 最终她没能抵挡住欲望 和女鬼一起不可描述 完事后 人光一直在痛苦地 碎碎念着 这不是自己的错 而是女鬼的错 是她诱惑的自己 此时天空一道光闪过 自责的人光顿时顿悟了 既然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欲望的化身 为什么还要压制自己的欲望呢 既然无法逃避 那就壮大这份欲望吧 隔天村子里的女人全部消失了 据说啊 她们全都被已经魔化的人光给带走了 这便是妖孙人光的故事 每个人心中都有欲望 不管是对于情感的欲望 还是对于金钱的欲望 这都是人们正常的需求 不是肮脏的产物 只要我们调整自己的心态 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这份欲望 而不是逃避 片中的人光就因为一味的逃避欲望 所以才会变得偏激 最终啊 在情色中堕落 直到毁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这里是八戒爬电影 我们下期见